哈喽大家好呀欢迎回家 然后这一期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 胡仙娘娘 然后这一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学业的这个占卜 那各位的学习究竟如何呢 在接下来的这个学期期末 会不会成绩像自己想象当中那么优异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拭目以待吧 本期呢依然是有抽检 抽弹幕的第 36位小伙伴进行一次免费占卜的体验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熊呼吸想着自己的问题 问题就是未来三个月 我的学习情况如何 牌现在已经洗好了 请做出你们的选择吧 首先选择1的小伙伴们 你们抽到的这张牌呢 是圣杯9正位 这张牌呢其实意思很明显呀 你身边的人呢 其实是可以去帮助你 让你的这个学习成绩也好 或者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进一步 但只不过呢你自己呢 是往往可能因为胆怯 或者是不好意思张口 所以说才没有慢出这一步 但是如果你身边比如说你的学长 学姐呀老师呀 或者是家长呢 你只要开口 他们也会有求必应的 所以这张牌呢也就是说 你是要靠自己的一个感情 人际关系来去妥善处理你自己的一个学业的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说在你学习当中呢 也是要多多的不懂的地方 要向别人提问 因为你问别人才知道 你哪里不会 然后往往呢不要因为自己害羞 不好意思而耽误了自己这个 而耽误自己的这个学习成绩 这个也是你自己需要突破的一个部分 所以说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 就要尽管张口啊 而且身边的人也是很愿意去让你和你一起分 而且身边的人也是很愿意和你一起分享 并且看着你进步的 而且这张牌呢 如果是考试成绩方面的话呢 你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之后 你自己的这个考试的成绩也会如你所愿 然后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接下来呢 选择二的宝宝们 你们抽到的这张呢 是这个保健五的一个证位 也就是说往往呢 你自己难以控制的是你自己的思想 无论是说你从学习上 包括你自己的注意力上 是很有待提高的 而且你自己对于这个时间的管理啊 规划啊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也是有待提高的 而且自己一定要掌握方法 如果你在考试当中呢 其实如果出现这张牌呢 也会代表你的一个临场发挥 会因为你的精神压力 而造成你考试上出现一些小的纰漏和过错的 所以说自己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考试的这种随机应变的这个心理抗压能力也好 都是要自己做一个做好一个思想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想一想自己该如何的 合理规划自己的一个学习计划 无论是自己的时间也好 还是说自己怎么样提高自己的注意力也好 也就是说自我管控和约束方面是要多多提高的 选择三的宝宝啊 你们其实现阶段呢 是一个默默的复出 默默耕耘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因为你们抽到的牌是这个星币八的一个证位啊 然后这张牌呢本身也代表这就是付出有收获 对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然后你们呢在学习的情况上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你付出多少你才会收获多少 并不可能做一些比如说天马行空啊 这种梦幻般的啊 像那种圣灰漆画面一样啊 白日梦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而且在这张牌呢 显现的也是说你做事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有事半功倍的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 而往往这种情况呢 取决于你自己的对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的情况 而且这张牌星币吧 本身也是很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元素所在 所以说你在这个学习方面上 还是一个很稳扎稳打吃苦耐劳的人 但是唯独不足的可能是你给自己的压力 包括你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可能是太大了 那你要不断一步一步慢慢的 然后大实化小 然后这样子去消化 你自己本身也会有会找到更好的学习方法 如果考试上来说的话呢 那这张星币吧也会如常所愿的 而且你的成绩也会稳步提升吧 接下来呢是选择这个四的宝宝们 你们抽到的呢是这个全账吧 也就是说你们本身对学习是很有热情的 但是美中不足的话 因为八分棍子七长八短嘛 所以说你在学习的情况上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三分钟热度两分钟激情的那种 也就是说可能如果一旦受挫 或者是一旦你找不到突破口 你现在是一个平静期的状态 你自己很快就会放弃了 但是你如果要是自己很想去学的话 那你的这个热情可能维持的时间 也并不是那种很持久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你就更加要注意自己的 一方面是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行动能力啊 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个持久性 其实也是要合理的做好自己的这时间规划的 你不能时间线太长对吧 而且也要劳逸结合 不能让自己太过于疲惫 然后其实而且这个 这张牌呢还有一种感觉啊 就是会给人有一种一股作气的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说往往呢你在学习当中呢 你可能比如说今天我想学数学 那我就全都学数学 你可能也会存在什么 就是存在一种分数参差不齐 就是偏科的这种情况 所以呢你们更需要做的是什么 以取长补短 用自己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自己偏差 或者是稍微低的科目上多多的下一些功夫 不要光学自己喜欢学的 然后如果考试的话 其实这个全账八这张牌 还是会有一个不错的 自己能够期待的这样子的成绩呢 成绩的 但是往往会因为什么 会因为你自己的一个粗心大意 然后去写错题 或者是审错题 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丢掉了那些没有必要的分值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一点好好注意一下哟 好啦这次的学习占卜呢就到这里啦 然后你们下一期想看什么呢 那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哟 发弹幕哟 然后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套牌吧 这是一个小广告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然后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套牌是这个 碎镜塔罗第四版 然后呢 纸张呢也是非常的顺滑 非常的顺手 并且这套牌子 我在我自己的这个淘宝店铺 和拼多多店铺也都有售卖 然后是259还是258来着 然后包优 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全网的最低价 然后渠道大家也可以放心 我是跟人家去谈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就是粉丝福利啊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卖啊 就是你们想买就买 不想买就不买 我从来也不会去说 不行啊这它非常好啊 一定要去买一副 一定要去我的店铺里派一个 不至于啊 量力而行啊 因为大家还都是学生 你说你们舍个三四个月的一个钱去 就是吃也吃不好 天天看馒头炸菜 然后来买这个牌 那真的是四个字 大可不必啊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 想 觉得这个牌 还是很好看的 然后想要去购买的话 其实我是有链接的 然后你们可以去买一副 然后就是这样子 这个画面也是都很好看的 然后摊牌也非常的顺滑 就是很顺滑 然后也是就是那种隔纹的那种压纹 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呢就这么多 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